刚刚大洋彼岸结束了第二轮总统辩论 先说结论 特朗普被哈里斯碾压了 辩论结束前几分钟 国外竞猜网站上 特朗普当选的赔率突然变大 你可以不相信民调 不相信媒体 但不能不相信赔率 因为采明投出的是真金白银 比玩嘴炮的媒体 靠谱多了 今天特朗普浑身散发着负能量 不停地指责对手做得有多糟 美国有多危险 却不说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让人感觉像一个愤青就是来骂街的 根本没有好好准备这场辩论 反观哈里斯 全程面带自信的微笑 多次大声驳斥特朗普 并清晰地阐述了当选后 将如何领导美国老百姓 解决看病贵 买房贵 上学贵等实际问题 让人感觉充满了正能量 辩论中的实际内容 更多 连铁杆穿粉也不得不承认 或许哈里斯在吹牛 但特朗普一句有价值的话都没说 比如双方辩论 看病贵问题时 特朗普说 评价医疗法案不好 是用中产的钱补贴穷人看病 对中产不公平 所以一定要废除 问题是废除后怎么办 特朗普没说 只是不停地重复 我会做得更好 哈里斯的回答更为务实 他谴责特朗普极端 如果评价医疗法案不好 我们可以一起修改它 完善它 为什么一定要废除 然后再折腾一遍 浪费内税人的钱 再比如 特朗普攻击哈里斯和拜登 制造了美国历史上 最严重的通胀 物价涨了一倍 想挑动社会的不满 哈里斯先把锅甩了回去 说通胀的根源在特朗普放水 那自己和拜登是在给他擦屁股 其次 既然通胀已经发生了 抱怨是没用的 不如考虑如何解决 哈里斯拿出的方案是给所有人减税 每个家庭将从中至少获得5000美元的好处 特朗普信奉捐低理论 认为给穷人减税是没用的 要给富人减税 让他们有钱投资新的产业 创造新的就业 先富带动后富 实现共同富裕 特朗普的方案更符合经济规律 但哈里斯更懂人性 近人情 特朗普唯一占优的移民问题 也被哈里斯用转移话题的方式化解了 特朗普说 哈里斯管理边境的三年半时间内 润进来了1100万人 这些人中有毒贩 精神病 犯罪分子在本国混不下去了 却被哈里斯当成饱放了进来 哈里斯似乎早有准备 立刻回击 你刚才说非法移民是罪犯 可你就是个罪犯啊 你能竞选总统 他们为什么不能来追寻梦想 虽然是诡辩转移话题 但切中特朗普的弱点 在气势上赢了 特朗普被气得红温了 骂对方勾结法院 陷害自己 那原本占优的移民话题呢 被他自己转移到了 美国司法是否公正上 自乱阵脚 被哈里斯带了节奏 从两人几轮交锋来看 显然哈里斯做了精心准备 练习了很多遍 基本防住了特朗普的攻势 给美国人画了一张看得见 吃得到的大笔 特朗普却陷入了路径依赖 拿对付拜登的一套 对付哈里斯 结果处处被动 自讨没去 输掉了第二场辩论 与犹太人盘踞华尔街相同 印度裔的根据地在硅谷 诸如谷歌 微软 推特等高科技公司的一把手 全是印度人 福布斯数据显示 硅谷3000家公司中 有700家的CEO是印度裔 所以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除了特斯拉和甲骨文外 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哈里斯 哈里斯去硅谷筹款 如同参加印度同乡会 与会的硅谷精英 有一半是印度人 哈里斯在演讲中呢 回忆他小时候 跟母亲回印度探亲的故事 引起了共鸣 这些CEO纷纷慷慨解囊 哈里斯募集资金的速度 创下历史新高 账上有10亿新到的美元 同期特朗普只募到了1.3亿 硅谷印度裔高管 甚至就在私下说 这次要和犹太人搬搬手腕 把哈里斯推进白宫 最后聊聊 为什么印度人 能当美国总统 华人不行 今天的中国实力远比印度强 可为什么华人 在美国要给印度人打工啊 主要原因 是近十几年 移民到美国的华人质量 远不如过去 40年前能移民美国的绝对是人才或有钱人 现在就移民美国已经没门槛了 合法的坐飞机 不合法的走线 是个人就能去 不幸可以看看现在华人去的情况 纽约法拉盛 天天一堆找不到临时工的大神躺在街边晒太阳 老年人为补贴家用 出门摆地摊啊 街边各种小摊小贩与临街的商铺抢生意 街道混乱不堪 人满为患 美国警察追着中国大妈跑 一张2000美元的罚单 一个月地摊白干 中国大妈不服 原地打滚撒泼 被美国警察用电机枪制服 说句不好听的 这些人在国内混得都和鬼一样 指望换个环境就能翻身 那这些连英语都不会说的人 如何与印度精英竞争啊 印度来美国的全市精英 95%的留学生不会回国 他们读的是长青藤大学 还没毕业呢 就拿到了华尔街或硅谷的offer 年薪30万美元起 一步迈入中产阶级 然后一步步往上爬啊 逐渐形成了一股势力 相互提携 发展裙带关系 从而控制了硅谷 华人呢 将国内相互瞧不起的劣根性 原封不动地带到了美国 先去的瞧不起后去的 南方的瞧不起北方的 念大学的 瞧不起没文化的 有钱的 瞧不起没钱的 远不如印度人团结 如此四分五裂的族群 如何能推出一位华人总统 至少在抱团取暖方面吧 海外华人 真该和印度人好好学学 那么一步步 就是这一步步